好 烟火很红 而今年在台湾很红的 还有这个黄色小鸭 不过抢不到小鸭怎么办呢 没押熊也好 这讲的是台中 那么台中呢 本来11月要迎接黄色小鸭 但是意外的没有抢到 但是却迎来了 这100只的泰迪熊 算额外收获 将要占据台中市 包括呢 曹无道还有秋红谷等 四大观光景点 每一只要打造成 173公分高玻璃泰迪熊 你想想看 这个场景也非常壮观 它们各有造型特色 预料 这些泰迪熊 将会帮台中 狂吸10亿元的商机 金色的 黑色的 还有这个全身红彤彤 喜气痒痒的泰迪熊 如果要七彩的熊 这里也有 不然相存一点的 带斗力的泰迪熊 也很有feel啦 这个玻璃线外打造的 泰迪熊熊海策略 将在泰中登场 有一部分的泰迪熊 将会出现在 台中市的草物岛上 还有一部分的泰迪熊 就会被送到台中市的 秋红谷让游客来合照 这身高173公分的泰迪熊 至少会有100只取代 原本黄色小鸭的档旗 一路到年底攻占 台中市的各大景点 台中市补广场上 将出现熊战具 或者户外展演空间 也会有熊出没 台中市原定11月 迎接黄色小鸭 这下押不来 换熊 报到一口气 还找来100只 跟成年男子一样高的泰迪熊 搭配台中高点饭店 一系列 全都抢搭熊 熊风 预料将狂吸 十亿商机 大概每一个西方的小孩 都是跟泰迪熊的记忆 一起长大的 好像基隆弹好了 背后又一直在插队 那我们觉得 这些条件都不合适 我们就不跟他谈了 泰迪熊自动愿意要来 我们很欢迎 台中板熊11月底登场 疗愈系的基隆小鸭 12月底展出 但展期同样都会陪游客 度过2014年的跨年夜 就算小鸭不来中台湾 这下也真的是 不阿熊马赫啦 记者廉家姓张俊弄 在台中的采访报道